主席王院长 无法审查 已经浪费了大家多少时间 浪费了多少 名指名高 根据宪法征修条文 第三条的规定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 施政报告的责任 但在野党坚持不让 江院长上台报告 刻意制造证据对立的 僵局 依照本席看来 事实上真正违反宪法 真正毁线乱政的 就是我们的在野党 本席要请问 民进党的苏贞昌主席 目前台湾人民最需要的 究竟是稳定政局 停止内耗 全民团结拼经济 还是需要您再提出 倒阁案为政局添乱 让国家动荡不安呢 更何况 这已经是在野党 在第八届所提出的 第二次不信任案 几乎一年一倒阁 为什么要推动倒阁案 故意让国家更乱 经济更穷 社会更不安呢 本席认为 既然苏主席执意要推动 这么重大的倒阁案 造成社会的纷乱 若明天倒阁案未过关 本席认为 苏贞昌主席 你应该要下台 负起政治责任 长期来 只要我们谈到跟大陆 有关的议题 在野党总是一昧的反对 一昧的杯葛 然而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难不成台湾还要回到 索国的时代吗 当其他国家 正不断的加快脚步 希望跟中国大陆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原本我们在六月 就跟大陆签署的 海峡两岸服贸协议 已经取得先机 却因为在野党的蓄意阻挡 而导致我们的优势 即将要失去 本席呼吁在野党 不要用政治的手段 来操弄经济的议题 不要阻碍台湾的经济发展 台湾必须走出去 此外 这次的倒戈理由 竟然指控政府 侵害集会游行的权益 这完全是偏离事实 大家都知道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民众合法申请集会游行 一定获得保障 不可能被限制 我们看到 光在101年 就有高达3728件的游行案件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 有各种不同诉求的 集会游行活动 在台湾举办 以我们立法院来看 我们作为全国最高的民意殿堂 但是最近 却屡次被这些抗议者 强行非法入侵 甚至 还有人侵入立法院 强拆国旗 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利 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还能说 台湾是警察国家 幽灵在线吗 在野党的指控 根本就是文言耸听 而另外 在野党也指控 行政院执意调涨电价 但在这个部分 行政院已经让八成以上的用户 不受到影响 而在野党既然反核 更应该响应支持电价 合理化的政策 而不是一昧的空喊口号 不愿面对台湾能源资源 匮乏的困境 我们都看到美国最近 因为在野党持续的杯葛 导致部分的公务机关停止运作 民怨四起 也造成他们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 看看别人 想想自己 面对险峻的国际经贸的局势 台湾真的没有条件 再继续内耗下去了 我们不能再阻挡 攸关民生经济重要政策与法案 本席要诚心奉劝 在野党的委员 回头是案 不要支持明天的倒阁案 不要再背个江院长的报告 我们应该不分朝野 全力拼经济 全心为人民的幸福打拼 千万不能再搞对立 虚好社会成本 让台湾陷入空转 影响我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以上谢谢